部署到边境的数千名军人中 大多数人有些在为自己建造帐篷营房 有些人像这样的士兵一样 在设置铁丝网障碍物 Private First Class一等兵 乔丹·威尔逊是一名工程师 他从布朗斯维尔入境口岸的国际大桥上 搭建称为C型铁网 他几乎不能相信他是在美国本土驻守 这对我们来说很惊人 它发生得非常快 而现在对任务来说很重要 我的工作就是搭建C型铁丝网 以提供支持 以最大限度发挥我的能力和所有这些 多数军人都像这样驻扎在德克萨斯 其他人员则部署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 出千名中美洲移民大军乘车穿越墨西哥前往美国 使得特朗普总统发布了具有争议的部署军队的命令 上市亚望萨莫索尔与军警在一起 他的任务是保护和防御部队搭建铁网 而不是逮捕非法移民 我们的任务不是来执法 我们只是在这里加强伙伴关系 与他们合作 协助他们更充分的旅行职责 军人的任务将于12月结束 但可能延长 萨莫索尔上市说 他在这里有到家的感觉 他们欢迎我们在这个地区 所以非常幸运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很多人开车经过 按喇叭挥手 所以这很好 最新数据显示 9月份3145公里的边界沿线 每天不到1700人被捕 目前从部队到近期的政策 是否会产生效果还不得而知 但成本正在上升 目前驻军的花费 预计为2亿美元 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 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报道 谢谢大家